今天上来的主要目的就是跟球迷朋友们说一声就是足球生涯 就是正式的挂宣了 对对对对 职业了 其实我觉得我去年的这个时候啊 对去年的这个时候 我还看了你在队内训练的那个队长赛 咱们有条公开课你记不记得 我当时还觉得你的那个状态是特别好的 其实短短一年之间 我相信你依然有能力站在中超的赛场上 但是你为什么会做这个决定 其实那时候看的时候应该咱们应该是四月份不到五月吧 跟着那时候可能那段时间我们压惯的那个比赛来回 还有各方面的旅途各方面也挺密的 那段时候其实自己的状态也是在术后以后 那一年以后自己的训练各方面的也调整到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但是也很不反正我也忘了一场哪一场比赛的赛前的一个训练 就一个很简单的高球 而且不是训练时候的高球 就是他们一个大脚长传球 我就单脚起跳了之后下地了之后 自己感觉好像是闪了一下 还也不知道忘了是怎么一个情况 我大概知道 当时就感觉有点不舒服 完了后来就断断续续的练了两个月 就感觉膝盖一直有积水什么的 但是也不疼 后来自己又去德国去看了 后来完了 那主任派了盒词之后 说可能软骨也有一点点小毛病 但不是很大的软骨的毛病 但是后来确实他也建议手术 你要不手术的话也可以 但是就是可能踢不了球了 然后来就是这么一回事 如果是没有那一次受伤的话 那可能自己的状态也说不定是怎么样 然后后来就没有办法 确实这两年的伤确实挺影响的